新闻第一线 资讯全方位 欢迎来到东方日报 美国的间谍卫星在南部海域上空巡查时拍摄到震撼一幕 美方发现西沙近青岛正在进行填海作业 而且在观察的短短数个小时之内工作进度非常快 五角大楼在得知此事后有点坐立不安 因为近青岛一旦填海工作完成 在西沙地区它将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近青岛是西沙永乐环郊中最南面的椭圆形岛屿 虽然面积只有0.2平方公里 但是在经过一系列填海造陆工作结束后 这里的面积将会大大加大 众所周知 永兴岛是西沙地区的第一大岛 我国在永兴岛上进行了很多基础建设 如果近青岛完成填海的建设 那么它将成为替代永兴岛的存在 永兴岛上设有飞机跑道 但是存在一个缺陷 那就是这座岛屿的抗台风能力相对较弱 如果风力较大的话 这座岛屿上就无法正常停放战机 近青岛与周边岛屿的距离很近 近青岛面积约有450亩左右 但是这座岛屿东北面 有着向东北方向伸出的沙洲 八年前 中国就已经计划将近青岛的面积 扩大为5000亩左右 经过多年的筹备 如今终于开始动工了 近青岛不仅露出水面 而且其胶盘很大 对于这样地形的岛礁 是非常适合填海造陆的 西方媒体曾将中国的永兴岛 比作是海洋永不沉没的航母 既能停飞战机 还能驻扎部队 我国专家表示 美国发现这样的现象不必惊慌 因为这是中国强大的象征 也是发展过程中必经历程 所以美国五角大楼 应该要习惯和适应中国的速度 长期以来 美国海军频繁进入南海海域 不仅有军舰还有军机 美国的一艘驱逐舰 一艘巡仰舰 或者是一架侦察机 一架预警机 根本不足以对我们造成伤害 最多也就是多耗费点他们的燃料 但是来来往往如文营一样讨厌 何况一个国家的领海 是不容侵犯的 这样的事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那么我们还需要多久 能彻底解决美国海军的 军机军舰骚扰问题呢 美国企图搅乱南海 遏制中国 从中国周边来看 南海周边的形势是最复杂的 时至今日 仍然有个别小国 想捞取更多利益 他们觉得中国要应对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围堵 还有些类似法不责众的心态 抱团从南海获取更多利益 这样他们将问题国际化 复杂化 给中国带来很大的麻烦 再有 域外国家不断企图插手南海地区事务 也是地区形势复杂的原因 美国要搞印太战略 长期在这一地区兴风作浪 前不久 英国要部署航母在这一地区 同时 北约的德国 法国等国 也要所谓的自由航行 除了北约各国 还有澳大利亚 印度等国 都在搅乱这一地区 第三点就是台海的形势 也影响着南海 台湾省内的某些人居心叵测 而境外的某些势力和国家 一直在拿台湾省大作文章 加剧这一地区的形势紧张 我们可以看出 南海地区的形势非常复杂 而这复杂的背后 一直有一只黑手在推动 那就是美国 南海是中国的蓝色国土 有资源 地理位置重要 对我国的重要性 自然不必多说 美国使南海问题复杂化 一是为了减弱中国 对南海的控制力 使周边一些国家 蚕食中国领海 削弱中国 二也是通过南海 来阻碍中国发展的脚步 分散中国的精力 美国海军频繁侵犯南海 是何用意 第一 美国海军不断进入中国领海 最直接也最明显的 就是挑衅中国 用句俗话说就是 癞蛤蟆上脚背 不咬人恶心人 每次到来 都是军舰和军机规模 不足以对中国形成巨大危害 挑衅的意味更浓一些 众所周知 这也是美国一贯的作风 第二 就是给周边小国 及台湾省内 某些居心不良者撑腰 美国派遣军舰和军机 频繁出现 对他们释放了一个信号 美国会保护他们 这样会助长各别国家 各别人的嚣张气焰 最终目的还是给中国制造麻烦 南海周边都是一些正在发展中的国家 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诸多问题 想要把民众团结起来 就要对外制造矛盾 煽动民众情绪 这与美国的想法不谋而合 当这些小国感觉自己力量较弱 就会从美国采购大量的武器装备 第三 美国军舰和侦察机不断抵禁 目的在于对该地区进行比较实际的侦察 包括地理信息 电子信号和一些部署情况 这些和骚扰相比完全不同 一旦发生冲突 这些都会发挥实际的作用 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损失 第四 美国在不断试探突破中国的底线 这就像某些国家蚕食邻国一样 先把对方的领土变成争议土地 当对方疏忽时 再将其收入囊中 中国有句俗语叫蹬鼻子上脸 美国就是在不断增加侦察次数 不断缩短侦察距离 试探中国的底线在哪 逐渐把这种侦察变成常态 美国海军不断侵犯南海 用意很多 但目的只有一个 对于中国而言 维护南海主权的理由有很多 资源丰富 交通要路 但有一点就足够了 那就是南海是中国的领海 如何才能彻底终结 美国对南海的侵犯 美国海军的军舰和军机 频繁侵犯我国南海 尤其是近些年 美国意识到中国的强大后 侵犯次数增加 2020年 美国军机累计前往南海侦察 达到35次 而今年 美国军机的侦察活动 提高到65次 5月达到了72次 比去年翻了一倍多 美国的行为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 引起很多人的愤怒 那么我们何时才能终结这样的局面 首先我们要明白 结束这样的局面 并非是短时间能解决的事 虽然我们今天非常强大 但是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 依旧错综复杂 仅仅一个南海 就有这么多国家牵扯进来 何况我们要解决发展问题和来自西方 各方向多领域的维度 近日 中国援助越南的50万剂疫苗抵达河内 这批疫苗将优先为在越南工作的中国公民接种 越南政府和越南网民都表示了感谢 相比之下 欧美和日本等国家的疫苗援助 获无限期交付 也许搞好关系会有一些挫折 但总体是向好发展 中国负责任值得信任的形象 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亲眼见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今天的南海已经不像多年前那样 火药味很浓了 解决了南海问题 就是解决了中国周边最复杂的问题 创造了更稳定的发展环境 中国可以腾出资源和精力来解决其他问题 不仅如此 美国对中国的围堵也慢慢瓦解 岛链已经无法困住中国 作为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要道 解决南海问题 也是对美国印太战略的破局 这对中美两国都是一个转折 南海是美国针对中国最多的地方 在印度、日本等方向 虽然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但美国动用军队给中国制造麻烦的地方 还是南海 历史上几次中美剑拔弩张 都是在南海 所以能够解决了南海有关问题 就等于给美国当头一棒 随后 无论是日本还是印度的挑衅 都不是大问题 以上请示网络观点 不代表小编个人立场 对此您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留言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订阅 都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